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用谷歌搜索 这就留下了庞大的一个搜索数据 作者利用海量数据就发现 美国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说谎的现象 比如两本不同的杂志 一本叫大西洋月刊 主要刊登这个时政啊思想类的内容是比较高级的 另外一本叫国民探秘者 讲的都是明星八卦 迎合低级趣味 在脸书网上这两本杂志被点击喜欢的次数是相差巨大呀 这个大西洋月刊高出了二十多倍 但实际上呢 这两本杂志的发行量卖的差不多 在网上的搜索次数呢也几乎一样 很多人都说我是喜欢大西洋月刊某某文章 很少有人说我喜欢那个国民探秘者 人们呢都想树立自己有高端阅读品位的形象 再比如奈飞啊 他为了更精准的给用户推荐电影 那最开始呢给用户创建了一个电影列表 让用户呢你列出自己想看但一直没有看的电影 但是奈飞在数据当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这用户啊一直在不断扩充他们的观影列表 但当他提醒用户 你列表当中你想看的那部电影已经上线了 赶紧看吧 却很少有用户啊真的去看 问题出在哪啊 原来啊人们放进列表里的那个电影啊 都是高大上有品位的啊 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啊 严肃的文艺电影啊 但他真正想看的电影 其实呢什么英雄电影 喜剧电影爱情片 人们都在撒谎 后来奈飞就不再让人们列想看的电影了 而是呢根据用户的观影数据来推荐新的电影 结果显示这个方法呀 更受欢迎 对于内心一些不能上台面的想法 人们都想办法给他隐藏 但在不经意之间 那些真实的想法呀 还是会表露出来 你比如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会有性别偏见吗 在美国家长搜索我的儿子有天赋吗 这个次数啊要比收我的女儿有天赋吗 要多出2.5倍 那是不是男孩比女孩聪明呢 恰恰相反 在美国学校里 这个女孩呀 尽天才班的概率 比男孩要高出这个9% 那么父母最关心女儿的什么呢 主要是他们的外貌啊 父母搜索 我的女儿超重吗 那是儿子的两倍 那是不是超重的女孩比男孩多呢 也恰恰相反 有28%的女孩啊超重 男孩超重的比例呢高达35% 此外家长问女儿 是否漂亮 这个次数啊 是问儿子是否英俊的1.5倍 问女儿丑不丑这个次数呢 是问儿子丑不丑的三倍 所以啊 美国家长对男孩的期望 那是要有天赋 对女孩的期望 那是要长得漂亮 不要胖啊 也许啊 父母都没有意识到这么一点 但他们的观念 受社会环境影响 不知不觉呢 就对自己的孩子啊 男孩女孩有了偏见 这本书啊 关注的呢 倒并不是日常生活中 一些无伤大雅的善意的谎言 它这个研究的呢 是人们对外展示形象 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这其中的关键 就是不要相信一个人说了什么 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欢迎回来 刚刚说到人们在生活中总会撒谎 而网络搜索留下的痕迹呢 形成的大数据呢 能发现人们真实的想法 利用这个大数据啊 还会得出一些反直觉的结论 比如不少NBA的球星 像勒布朗詹姆斯啊 他出生于这个贫困家庭 那是不是贫穷家庭的孩子 更有可能打篮球 进入到NBA呢 传统观念认为 困境当中长大的孩子 有更大的驱动力 那富人家孩子打球 那就是为了娱乐啊 穷人家的孩子啊 把篮球看作生死攸关的大事 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实际情况是 NBA中像勒布朗詹姆斯那样的人啊 并不多 出生于中产家庭的人 进入NBA的可能性反倒更大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 童年时期的医疗保健水平 营养水平不够 会影响身高 而身高对于篮球而言 那差不多就是一个硬指标了 第二 中产阶级的家庭啊 这个孩子更自律 更执着 更专注 也更有组织性 而美国贫困家庭孩子 缺乏社交技能 就影响到了篮球事业 你比如上世纪90年代 有一位叫道哥的球员 曾被视为最有职业前途的球星之一 但是呢 他是在一个混乱的社区长大 到了大学校队里 他朝校队有质疑教练 甚至呢 还偷鞋 跑到鞋垫偷鞋 谩骂警察 最后被球队给开除了 按照道格的天赋啊 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NBA球星 如果曾经拥有稳定的童年生活 或许就能成为下一个迈克乔丹 你像迈克乔丹 也曾经是一个很难搞定的孩子 12岁的时候呢 因为打架斗殴 被赶出了学校 但幸运的是啊 他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家庭环境 他的父亲是通用电器的主管 母亲是一位银行家 这乔丹被学校开除后 他妈妈就一直带着他上班 让他坐在停车场的车里啊 看书 乔丹加入芝加哥公邮队之后 他的父母轮番去探望他 确保他没有被名利所诱惑 研究发现 在美国的贫困家庭 贫困社区 确实也有NBA级别的人才 这些人有天赋 有野心 但没有培养出成为超级篮球巨星 所需要的性情 我们再来说 另外一个跟常识不相符的研究 说在美国很多家长和老师反对暴力电影 担心这个电影给孩子带来不良的影响 那么暴力电影会不会增加暴力事件呢 为此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 他们调查了三种数据 就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记录 还有电影票房的数据 以及电影的暴力程度 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结果发现 暴力电影上映的时候 这暴力犯罪不但没有增加 反倒降低了 对于这样出乎意料的研究结果 经济学家一开始也不相信 是不是这个数据出错了 他们仔细核对了一遍 没错 接着呢 他们又想 会不会存在 另外一个变量带来这么一个结果呢 比如天气的情况 会不会影响电影和犯罪率的关系呢 结果呢 也不是 没影响 那暴力电影 它怎么会降低 这个暴力的事件呢 原因就在于 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 都去电影院 老老实实看电影了 既然待在电影院 他们就不可能上街去犯罪了 那看完电影之后 他们会不会更易怒 更有攻击性 做了增加暴力犯罪呢 结果显示 也没有 电影结束之后 犯罪率呢 下降了 原因就在于啊 很多暴力事件 往往都是因为喝酒导致的 而看电影的时候 是不可以喝酒的 那从更长的时间来看 暴力电影上映之后的第二天 第二个星期 第二个月 它会不会加大暴力事件的概率呢 这个研究 因为数据的局限性 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 但 有学者表示 暴力行为 它根本就不是从电影当中学来的 人天生就有暴力基因 对青少年最重要的是 多让他们参加有意义的活动 参加体育锻炼等等 不要让他们过剩的精力 无处施放 我们之前节目曾经说过 冰岛的青少年 曾一度啊 是个大问题 后来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把他们这个业余时间呢 都给他充分调动起来 给他们安排足够的体育运动 什么踢足球啊 打篮球啊 短短几年 这个冰岛青少年 抽烟喝酒这个比例啊 就下降了六倍 而且呢 让总人口才33万的冰岛 踢进了世界杯 利用数据 我们会发现一些 固有的观念 很可能就是错的 并且呢 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但也有一些新发现的现象 总结出了有用的规律 却没办法给他解释清楚 你比如 想要判断一匹赛马 以后这个潜力究竟有多大 以前呢 看他这个身高 看他这个腿长 看他肌肉 但是有人发现 最关键的 其实 是看他的内脏的大小 尤其是左心事 左心事越大 这赛马的成绩呢 以后就会越好 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科学研究 还比如 有连锁超市 通过销售数据啊 发现 每当某地方遭遇飓风的时候 这草莓饼干的销量呢 就会大增 这个飓风 跟草莓饼干 有什么关系呢 不知道 但是超市 一看天气一暴 有飓风来 就大量的备货草莓饼干 结果呢 他都卖得很好 有的时候啊 大数据 对于人们而言 你说不出 他这个道理在哪里 但 他的确好使 管用 欢迎回来 这本书的标题是 人人都在说谎 但其实啊 这个书的内容啊 并不是关于说谎的 而是说 大数据呢 能够让人们发现真相 而且 总结出来一些新的规律 对人们的生活啊 是有帮助的 那首先 大数据第一个帮助 就是人们可以获得安慰 你看一看别人 在网络上搜索的问题 你就知道 你并不孤单 那小时候 老师告诉你 如果有问题 举手提问 有的时候啊 你也许觉得 哎呦 我这个问题 是不是太愚蠢了 其他人想的 可能比我深刻吧 而搜索数据就告诉你啊 其他人脑子里啊 想的也都是这样的 低水平的问题 比如 2014年 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 他发布国情资文 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是什么呢 搜索最多的几个问题呢 是奥巴马多大了 坐在拜登旁边的是谁啊 当时拜登是副总统啊 坐在他旁边的呢 是众议院议长伯纳 而第三个问题 这伯纳他为什么戴绿色的领带呢 这几个问题 人们通常不好意思问身边人啊 因为听起来有点蠢啊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所以呢 就上网去搜 再比如 社交媒体上 美国女性啊 都在炫耀 说他们这个丈夫啊 是最好的 最棒的 太可爱了 但是呢 在网络搜索当中 这个关键词呢 变了 是什么呢 凡人 刻薄 混蛋 这一类负面的评价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 人们就知道 自己并不是唯一 生活不容易的人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真实情况 跟别人发朋友圈的去比 大数据的第二个帮助呢 就是告诉我们 有的人正在受苦 他们只不过没有公开说出来 你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这个美国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就表示 他们接到的虐待儿童案件呢 越来越少了 那么当人们因为经济萧条下了岗 心情郁闷 那虐待儿童的现象 还真的会减少吗 科学家另搜索数据 就发现 事实恐怕是相反的 孩子在网络上搜索 我爸爸打我 我妈妈打我的情况 那是数量激增啊 所以呢 真实的情况是 虐待儿童案件的上报数量是下降了 而不是虐待儿童的行为下降了 在金融危机期间 上报虐待儿童案件的人 你像教师以及处理案件的人 比如儿童保护服务工作者 可能啊 因为过度劳累 或者是失业了 不管原因如何吧 金融危机 确实让美国家庭 虐待儿童的行为 更严重了 通过大数据 让人们更有可能 关注到弱势群体 为他们提供精准的帮助 另外 前面说过的父母 对子女的偏见 那就应该提醒父母 让他们不要过度 在意女儿的外表 大数据这个第三个帮助 是让人们更科学地意识到 社会环境 对于一个人成长的影响 这本书的作者 跟他弟弟相差四岁 两个人长得挺像 但是兴趣爱好很不一样 这个作者呢 痴迷棒球 而他弟弟呢 认为棒球要无聊直击 在同样家庭长大 基因类似的两兄弟 对棒球的态度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天差地别呢 这个问题 心理学家 教育专家都很难回答 但是你用这个大数据呢 就可以找到答案 大数据就发现 一个人是否会成为 某个球队的球迷 跟这个球队夺冠的时候 这个人的年龄啊 有关 你看这张图啊 是关于棒球的 横坐标呢 是年龄 重坐标呢 是成为球迷的概率 如果八岁的时候 他们家乡球队夺冠了 就很容易啊 成为这个球队的球迷 因此也爱上这项运动 终生成为球迷 终生成为球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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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太关注这个股市 他们这一代人工作之后 对股票就没什么热心 而197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 在那个青年时代 股市几乎涨了十来倍 新闻报道整天都是谈这个股市 他听了很多 说谁谁谁炒股赚了大钱 听了很多这样的事 这一代人呢 普遍认为股票是非常好的投资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大数据让我们知道 有的事情 从娃娃抓起 那确实没错 因为成长的窗口期 非常重要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人人都在说谎 用大数据来澄清 我们观念中的一些迷思 人在生活中总会留下一些遗憾 想什么 如果当初我对那个女孩表白了 哎呦啊 如果我高考的时候 那道选择题多那么两分 我考上了北大清华 那我现在肯定过得更好 都说生活不是电子游戏 你不可能重新来过 所以也无从之道 如果设想的事情 真的能发生 我们的人生 那会有哪些变化呢 你利用大数据啊 其实能找到一些答案 你比如 美国的公立高中 全美国排名第一的是一所叫 史戴文森的学校 而且呢 它跟大多数美国高中不一样 它不看论文 不看推荐性 只看考试的分数 分数够了 你就录取了 每年有将近这个 三万名纽约的青少年 参加这个录学考试 仅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 会被这个史戴文森高中录取 很多学生就因为错了一道题 少了一分 没考上 那过了十年多 还在那里遗憾呢 要是当年我多了两分 考上了史戴文森高中 我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有经济学家对这个现象很感兴趣 他们就进行了研究 他们找出了那些处在分数线附近的考生 有的多考几分 幸运 读上了 有的差那么一两分 落榜了 这些分数很接近的学生 他们的天赋 他们的努力程度 没有太多的差别 仅仅就是考试那一天 运气不一样 有人考上了 有人呢 不幸落榜 经济学家 找出了好几百个账的学生 更终分析他们的情况 包括他们在高中的成绩 他们最终考上了大学 诶 这研究结果呀 就表明 史戴文森高中 给学生带来的影响 究竟有多大呢 答案是没影响 零 没任何影响 当年刚刚过分数线 考上史戴文森高中的学生 跟那些只差几分 落榜而去的 到了别的学校的学生 没有任何统计上的差别 还不仅是高中啊 大学也有类似的情况啊 有经济学家呀 想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 来测试 名牌大学 是不是能提高 这个大学生的未来收入 他们耕中调研了 很多高中毕业生 包括他们申请哪一所大学 被哪一所大学录取 就读于哪一所大学 他们这个家庭背景如何 他们成年之后的 未来的收入 等等信息 有些家庭背景 比较接近的高中生 被几所大学同时录取 不同的人 选了不同的大学 你比如 有些被哈佛大学 录取的学生 最后放弃了 选了另外一所大学 他们毕业之后 跟那些选了哈佛大学 读的人呢 有多大不同呢 研究结果显示 他们后来的职业收入 几乎没有差别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叫巴菲特 他一开始读的呢 是著名的沃顿商学院 但后来转学 去了一所很普通的大学 因为巴菲特认为 沃顿商学院这个课呀 太枯燥 无聊 而且呢 另外一所大学的学费呀 很低 但是从名校退学 并没有影响巴菲特 后来成为 这个全球文明的股神啊 当然我要说明的是哈 这两个研究 不是把六十分的学生 和考到了九十多分的学生 做比较 而是拿八十九分的 和九十一分的 来进行比较 如果你足够优秀 哪怕因为一两分之差 没有上名校 也不会影响你将来 发挥您的潜能 这个研究结论 对于很多家长 应该有一个启发 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 名校的作用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名校被高估了 你看看 这些反常识的研究结论呢 你用个人经验 那是不可能知道的 只有跳出个人小视角 用大数据这样的眼光 才能更接近世界的真相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读书料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五晚上八点老时间 读书料理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